联盟大事,场外风云,白换美直篮,一起聊个球,我是老白 NBA常规赛继续进行,勇士主场迎战骑士 当克莱汤普森倒下的那一瞬间,全世界的勇士球迷都不敢看 941天的等待,漫长的康复期,汤普森和他的狗孤独的在一起 尽管有时候可能会有游艇和party 主场迎战速递骑士,勇士球迷终于等来了他的付出 球票已经被炒到了天价,电视台也修改为全美直播 社交媒体上更是上了几次热搜,各路民宿球员纷纷发言我们等不及了 千呼万唤中,克莱汤普森闪亮登场,其实实力并不弱 此前排名东部第六,三高内线让很多球队对他们无可奈何 今天克莱复出,勇士所有人都在努力 不会让对手破坏属于克莱的重要一天,不会让胜利白白溜走 比赛的转折点在第三节,在克莱这里 当克莱内突外头带队打出小高潮后,勇士其他人也都火力全开 虽然第四届骑士一直在反扑,但是整体外线手感不佳 最终勇士主场96比82击败骑士,勇士结束两连败 看几个重点数据 固列28分5篮板5助攻 卢尼6分18篮板3助攻4强断 克莱17分3篮板,围禁40分 普尔14分 骑士全场42个篮板球 勇士篮板球为54个,其中包括22个前场篮板 勇士更努力 所有人都在为克莱的付出贡献能量 而赛后库里还主动把比赛用球要过来,送给克莱 所以分析本场比赛之前,一定要先说克莱 克莱在首发阵容当中排除了库里 克莱汤普森和追梦格林的铁三角 但是跳球之后不久格林就主动犯规下场 克莱只是用自己的最强阵容来宣告最强勇士的回归 尽管没有了追梦的穿针隐线 再度合体的水花兄弟还是展现出了自己的进攻威胁 而手节开始40秒后 克莱就拿到了付出后的首分 他在左侧弧顶接球直接选择突破 并且面对防守完成了一记非个人常规进攻手段的抛头 拿到个人首分 现场球迷马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不过开了一个好投之后 接下来克莱连续在外线尝试三分出手 可惜自己的杀手键还没有找回来 紧接着四投临中后 首节打了四分多中就被科尔换下场 首节比赛 克莱五投一中 拿到两分 四节比赛 克莱在千呼万唤中 直到该节打了八分钟才登场 而这一次他明显做好了更充分的准备 所展现出来的状态也超出所有人预料 登场后不久 克莱在右侧湖顶借掩护接球 随后面对贾勒特阿伦的错位防守 他并没有选择三分出手 而是坐了一个底前变向后直接过了阿伦 并且面对史蒂文斯和马尔卡宁的补防 直接迎着他们两人高高跃起 来了一记惊天地气鬼神的大力战俘皮靠 让骑士队两名球员直接成为了背景板 至于此双人格扣 瞬间让勇士主场再次变成欢乐的海洋 欢呼声和掌声震耳欲聋 勇士的板凳席也纷纷跳起来疯狂庆祝 小腿受伤紧登场 七秒就推长的追梦格林化身拉拉队长 兴奋地挥拳庆祝 并且还怒吼发泄 为克莱加油助威 而库里则挥舞毛巾 在场边兴奋地跳了起来 他的起跳高度 他的人球结合连贯程度 包括他担打阿伦的自信心 说句玩笑话 两年前克莱没受伤的时候 也不这么打 两次大伤过后 反而解除了爆口封印 看着克莱的前两次进攻时 通过突破抛头和爆口完成 也证明了目前他的身体状态已经非常不错 敢于冲击篮下挑战对方的防守 但显然 球迷更希望克莱可以尽快使出自己的杀手锏 在三分线外再次大发神威 很快 球迷的愿望就实现了 克莱在左侧湖顶接球后直接出手 球稳稳飞向篮筐 打通中心又一次被点燃 下挥和街道库里传球 克莱高难度飘逸跳投在中 高位单打马卡宁 急停跳投在中 下挥和安德森反击 看到克莱45度角准备就绪 球道立刻出手 克莱在中追神三分球 包括打到第四节 当骑士一度追到只差十分的时候 又是克莱命中关键三分球 克莱这时又进化了 现在有球无球都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实话实说 在我看来 克莱这次回归首秀 他有两点做得很好 一是打得很有自信心 机会出来了 一定要投 这是过去勇士王朝中 克莱扮演角色最基本的条件 另外一点 更重要 就是克莱和队友的磨合度 实际上比赛中也有一些不默契的场面 比如克莱突破分球给维金斯 维金斯站底角 没有接到球 比如和安德森挡拆后 没有出球点之类的 但是克莱在积极融入 这只崭新的勇士 他在场 也能像小佩顿那样凶和防守 横移速度包括身体对抗 没有任何问题 此外 克莱对于球队攻防节奏拿捏到位 甚至说在第三阶前半段 是他带着围金斯和库里在打 极大缓解了库里身上的无球压力 而在克莱被换下场后 大动中心主场球迷响起山湖海啸般的呐喊声和掌声 今天确实是克莱日 回来就好 不用关注他投篮命中率 手感可以调整 至少看到了他的决心 勇士今天赢球 在我看来有三大功臣奠定基调 实话实说 其实今天他们几大优势都没发挥出来 首先是三高内线 篮板球抢不过勇士 篮下杀伤力不如勇士 而且被勇士完全切断了传球线路 此外加兰德无论是面对库里还是普尔 他都没有得到太多机会 还是太年轻 需要得到历练 包括此前连续得分上20加的乐福 今天只有七中一 骑士震动表现 正说明了勇士球员今天的态度 必须要拿下 勇士今天最大的功臣 是一只默默无闻的卢尼 卢尼全场出战29分钟 抢下18个篮板球 比赛进行到第三节 有一幕让我印象深刻 当围巾斯投篮打铁后 卢尼顶着阿文加马卡宁加莫布里 从人群中将篮板球给揽入怀中 其实这三高都是在2米08以上 卢尼只有2米06 但这就是卢尼的态度 包括比赛中卢尼抢断加兰德 抢断摩布里 都帮助球队完成转换快功得分 他不会让任何人去影响克莱回归首战 以往我们总是质疑卢尼防不住人 脚步太慢 但是他一定是勇士队内最积极的 然就这一点 他拍得上首发 第二大功臣 是库里 如果从第二节开始看比赛 那可能看不到库里有什么精彩的发挥 但是库里真是用心良苦 从第一节开始 就不断在外线投三分 看起来是在抢克莱封头 但是库里用行动让骑士球员 把注意力都放在自己这里 不断地无求跑动 扔文德勒 史迪文斯一直在追 给克莱创造了很大的空间 而第三节前半段 当克莱连续爆发得分的时候 库里也在给克莱喂饼 这时候真不抢克莱封头 因为克莱的回归 库里身上防守压力肯定会增大 毕竟缺少配顿这样的绝对篮领 但是库里今天在场正负值加23 包括最后时刻的撤步跳投 第三大功臣 自然是克莱 全场比赛出战20分钟 18中期 拿到17分三篮板一盖猛 虽然第一节命中抛投 第二节突破阿伦后 顶着莫布里和史迪文斯 完成爆扣后 克莱一番不可收拾 第三节内外开花 帮助勇士奠定基调 而到第四节 虽然克莱手感不佳 但是他太积极了 主动要求 努力冲进篮下 包括曲队维莫布里 克莱手感可以慢慢调整 但是他用行动证明 自己的身体已经彻底康复 他在努力融入球队 包括第四节最后 时刻那季关键的三分球 对于克莱 只有尊重 他一定是库里身边最默契的搭档 勇士今天第四节打得不好 在我看来就是轮转球员过多 反而有些影响彼此的状态和化学反应 克尔下一步需要去做减法 需要找到最适合 库里加克莱加维金斯加格林这套体系的角色球员 赛季还长 慢慢来 勇士已经让球迷看到了希望 还有勇士存在了两大麻烦 第一个就是汤普森回归之后 维金斯的球权急剧下滑 这是让不少球迷着急的 当然第一场比赛就是为了给汤普森找状态 从而造成维金斯球权这么低 现在维金斯需要适应这样的节奏 球权问题估计是没什么问题 但克尔私下需要好好调整了 因为之前杜兰特和水花达都有球权 维金斯肯定没问题 就看克尔如何去磨合了 还有就是别利查 他是勇士轮换中唯一的瑕疵了 除了搭空位的超远三分能投出去之外 只要前面有人就是拿球网力兔 然后石油八九就是丢球 防守端速度和对抗都不行 手感不是他在球场上就是副作用 相比于本场比赛的胜利 勇士队球迷对于关键石刻水花兄弟 在场上互相为对方牵制防守注意力 并且命中关键三分更加欣慰 胶着石刻杀人出心的三分球 让球迷对于勇士队本赛季的争冠 有了更高的期待 勇士迎球 克莱付出高效发挥 但是摆在克尔面前的还有几个难题 首先就是可用球员太多 克尔现在必须做减法 不可能在这个阶段保持11人甚至12人轮转 不现实 此外 克莱的回归 韦金斯的出手和角色定位都在降低 承担的防守任务更多 勇士如何平衡好这几个得分点之间的关系也很重要 当然 在我看来这也是幸福的烦恼 随着克莱的回归 现在勇士该去展望一下更远的季后赛了 这个事是区的人 到底能不能平衡 但是不能平衡 还是水化留线的转称 我看来到这些公司的转发